老爷们跟邻居狼头哥又买煤去了 前几天买的是煤泥 今天呢想买点圆煤 这不我赶紧投点米 一会儿啊焖二米饭吃 我刚把洗好的二米饭放店面包里 老爷们和狼头哥就回来了 我说你咋没买煤呢 混合煤 三分之一煤块 三分之二煤面 一千四一吨 买不买呀 买呗 贵贱都得买呀 冬天咱也不能烧大腿呀 这不 邻居二哥还有糖熟就给俺家拉煤去了 我赶紧把冰柜里的干豆腐啊缓一缓 一会儿啊炖着吃 干豆腐刚切完 老爷们买煤就回来了 说是要把这个塑料布铺地上 把煤啊 先塑料布上面 省得糟蹋煤 这可真看出来了 金金的煤呀 真是贵呀 俺家买了两吨圆煤 花了两千多 快三千块钱了 邻居三哥说 把这圆煤块啊挑出来 留着引火用 烧锅炉来得快 我赶紧拿个桶啊 在这儿挑圆煤块呢 烧好的圆煤块啊 我都放被藏子里了 省得冬天下雪呀 不好经温 你们都来问 你家的煤多少钱一吨呢 在哪买呗 农村呢就这样 都想抽个热闹 老姨妹 你自己先干吧 我做饭去了 二哥糖熟给咱家拉煤 咱也得请人家吃点饭 向人家表示感谢呀 炖个干豆腐 切点猪头肉 再掰两个小猪爪 我这也着急呀 别管块大块小的了 都是邻居 都是咱自个家人 干豆腐也炖好了 再炒个花生米 邻居们都饿了 我的菜还没上齐呢 人家都吃上了 一共整了六个小菜 都是小家常编饭 老爷们陪邻居喝上了 我也没闲着 捧了一件啤酒 管它吃好吃赖的呢 得让邻居们喝高兴了 可别让邻居说 咱扣手的 小气巴拉的 还有什么